各位投資朋友大家好 我是人氣指數分析師張國志 老師又來了 老師來這邊幹什麼 老師在這邊講重點 教大家賺錢 因為不宜多說 很多綜藝節目都開始模仿老師 怎麼辦 有口接杯 因為好的老師直接帶你進天堂 不好的老師直接帶你住套房 就這麼簡單 我不僅股市分析得準 我連政治人物的人氣指數分析得都很準 我就拿前法務部長陳定蘭來講好了 之前老師有沒有在節目講 千萬不要回去參選宜蘭縣長 不要回去 把機會讓給年輕人 讓出來 我有講你們在聽 你們有聽嗎 你還以為以老縣長的資格 回去參選一定能夠順利當選 結果你打出如果當選的話呢 只當一任的口號 這表示什麼 選情告急了嘛 結果果不清索蘭 你的支持率比現在犯蘭的候選人還要低嘛 現在怎麼辦 怎麼選下去 老師有講你沒有在聽 沒有聽你看老師的節目幹什麼 之前老師有沒有千交代萬交代 在節目上面交代你 千萬不要拿北宜高速公路通車為政見訴求 有沒有 有講嘛 你有沒有在聽呢 因為 一直到選前 到北宜高速公路 他不會通嘛 他不會通 不會通 不會通 你以為撿了六次踩 他就會通車嗎 如果這麼好通的話呢 那就乾脆直接找最會撿踩 那個交通部長003 來參選宜蘭縣場 不就好了嗎 幹嘛叫你來參選呢 就跟你說不會通 不會通 不會通嘛 現在怎麼選下去 現在只開放到坪林 老師要去喝個文山包種茶 都那麼困難 怎麼選 害到是誰 害到是老師啊 之前 老師有沒有在節目上面講 你的後援會的成員 你一定要注意 要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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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果我有講 你有沒有在聽 你沒有在聽嘛 結果你的競選總部 客家後援會的會員會長 請選民吃飯 結果被抓到了 怎麼辦 你當初在當法務部長的時候 有規定嘛 如果贈品超過30元以上的話 就成為會選 就要抓嘛 結果現在 你抓到你自己了嘛 怎麼辦 這怎麼選下去 老師有講 你有沒有在聽呢 不用選了嘛 好 我們現在平心盡起 我們現在待會進廣告 我們招收五位會員 哪五位會員呢 就是有在這次選舉中 有免費吃到流水席的 優先打電話進來的五位會員 我們有超過30元以上的折扣 打電話進去 不停 condiciones